东病下治 这是一个常听到大家的一个名词 事实上来讲 东病下治是一防医学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事实上来讲 每一个人因为体质不同 所以他产生的一些疾病是各异的 东病下治 其实最大的瞄准的一个 特点就是针对寒性体质的人 还有过敏体质的人 就是这个部分 那大家来讲 等到病发作了以后再去治疗 其实那个都是为死于晚 所以中医常说 上公治未病 下公治已病 所以说一个好的医师 事实上来讲 是治病与未病之先 这是一个观念 但是现在来的人 常常是因为很不死无了 才会去找医师 所以来讲 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今天林国豪博士 建议把手学来跟大家 一起来分享东病下治真正的含义 事实上来讲 有三大方面是使用东病必须下治的 第一个就是肺系系统的疾病 大家所知道的气喘 哮喘 鼻子过敏 这一类的 然而动不动 别人没有感冒 他就感冒了 这种 肢气气管 上呼吸到这些问题 就是第一个东病下治 就是所先瞄准的一个族群 第二个就是含性体质 就是胃部虚寒的人 肠胃虚寒的人 他容易拉肚子 容易怎么样 动不动就胃的毛病会发重 事实上来讲 我们从手上 这个地方叫做胰记性 从胰记性 就知道是胃中寒 就知道胃寒 所以基本上来讲 会寒气换位的人 这种人 也是要在夏天治疗这个病 第三个就是关节方便 动不动就是关节不力 容易怎么样 公司关节这类的问题 还有怎么样 被戳筋 容易怎么样 动不动就散到腰 这类的关节的毛病 这个都是实意怎么样 来体质的问题 这种病必须在夏天治疗 夏天如果先有一个 预防性的治疗 等到冬天 他就会减少发作 甚至于就不发作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讲 掌握夏天治疗一些 冬天容易患的病 这个叫做冬病夏至 那第二个就是夏至冬病 也就是说夏天的时候 去治疗冬天的病 但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这些寒性体格的人 你在夏天把握去治疗他 先把这些潜伏的病因 先把他消除 然后再给他一些药伤 给他一些怎么样呢 提升他的免疫力 这样的话 你的夏天治疗以后 不仅冬天好过 到春天都是会非常快乐的 会春风满面 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给大家了解 那么中医透过什么样的手段来治疗 第一个就是药膳 也就是说胃病先还 也就是说让他怎么样呢 弄一些温性的中药来补他 哪一些是温性的 比如说很简单的药膳 你今天夏天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青菜萝卜汤 只要你撒在一些胡椒 你就能够治疗怎么样呢 让你的胃能够温暖 胃能够温暖以后 他就不会怎么样呢 容易不会因为寒气换胃 寒气换胃以后 其实中医的系统 是一个整体性的 也就是肺 皮 肾 这三条主折 这样这样 肺的话管呼吸 肺的话管肌肉 然后肾的话管筋肤 肝是股足筋 肾肎 所以你的这个关节的问题 其实跟肾是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来讲 黑就能够治肾 所以有时候很简单的一些 我们一般来讲中医 男生就吃六位地坊 女生呢就吃质物汤 共同的一个问题 里面都有一位 熟地这样一个药 那事实上索地他是必须要怎么用 好的绍兴酒的或者黄酒 然后还要经过黑豆去泡吃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索地 你要拿起来闻一闻 闻一闻会有那种酒的香味 这种的话不会有那种化学的味道 这才是一个好的索地 你拿起来闻 它酒精的味道那很明显 这个都是不良的药 事实上来讲 中药不要请大家乱讲 什么有毒怎么样这些问题 事实上来讲 中药的炮制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再来的话我们再讲这个热柜 那么热柜的话 我们温礼要由无仪浆 父子热柜驱寒凉 事实上来讲 热柜一片 你只要是寒在嘴巴 你就怎么样呢 能够从你的嘴巴 嘴巴来讲是一个胃的系统 呼吸的系统 加上消化系统 这样一路这样这样 吃下去喊一喊就很好 所以一般来讲 我都鼓励怎么样呢 你泡一杯烘蜜水 加一点点热味粉 这是一个夏天非常好的一个饮料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 也很普遍的 所以我一直在主张 能够这样一样 现在来讲 年轻人你叫上 夏天不吃冰 这个冬天的话 夏天不吃冰冬天的话 就不会运气 那事实上要叫人家不吃冰 这个是能够怎么样呢 太懒了啦 现在年轻人 走在路上每个人都拿一杯饮料 如果这杯饮料里面 加一点点热味粉下去 它就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温 温馅会冰 吃上一个人的体温 大概就从三十几度 一直到三十七度之间的 你吃冰的也好 你吃热的也好 必须经过身体肠胃系统的调节 让它接近跟人体相同温度 你想想看 不管热味也好 冰也好 这些都是要透过你的体温 所以你吃冰 就糟蹋你的体质 如果你是一个寒性体的人 到夏天你就吃冰的话 你今年冬天一定有气喘的人 一定在花座 有支气管理的人一定会在花座 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所以不是说我为人总经啦 事实上来讲 减少 夏天减少冰品 就能够让你怎么样 在冬天 比较减少发病的处事 这是一个相了解的 那我们一般上来讲 一旦来讲说气喘也好 大家都知道说珊瑚天 你用珊瑚天就用这个温酒啦 事实上来讲 你要直接温酒大家卖这个酒的点子里面要怎么样 含有一些大蒜 含有一些姜 含有一些固质 甚至于含有一些 要有酵就要有一些有毒的东西啦 那事实上来讲 林博士告诉各位啦 每个人都可以很专业 你就用怎么样呢 用你的生姜 其实那个生姜不是切薑啦 就是怎么样呢 老姜均好 切的薑好 你怎么样呢 把它切片 逗一逗的话 你加热水泡着 然后用热毛巾 你只要放到脖子的后面 也就大锥在旁边 那个地方来讲 有一个社会叫定船系 那个地方你不要让它怎么样呢 热气能够进气 它就能够怎么样呢 把寒粮潜伏在花色因素的点 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消除 那另外来讲 夏天也可以去泡温泉啦 对一个寒性体质的人 夏天去泡温泉 比冬天泡温泉效果更好 先了这样一个概念以后 大家的话就不会怎么样呢 接着说太怎么样了 甚至于现在来讲 我们这个膏药 也有这种冰的 还有一种是热性的 有像辣椒糕 这种就是在温热的 你只要切一小块 在脖子后面给它贴一下子 甚至于这怎么样呢 在肚脐的下面 气海细 关联细 那个地方给它贴一个膏药 你就怎么样 能够让你的温暖脾胃开始 从你的怎么样呢 关联细 慢慢的就是丹田 它就能够温热 能够怎么样 从体内能够驱寒 把寒性排除以后 你这个怎么样呢 就可以治疗 那至于呢 你是气喘的也好 比较严重的哮喘 那这些的话 都有一定的方 比如说中药有定喘汤 你喘的时候就定喘汤 事实上来讲 中药有一个药叫做麻黄 麻黄呢 是自喘的两药 那比如说里面的小青龙汤 那这些都是怎么样呢 葛根汤啦 麻黄汤啦 这些的话 都能够怎么样呢 可以治疗 那事实上来讲 我有一个方 大家都是偶熟 你们想 要做怎么样呢 麻性干食汤 里面就说要麻黄是热的 石膏是凉的 杏仁是日费精 然后干草是中午汤的效果 如果你的体质比较热 石膏多放一点 体质比较寒 麻黄量多加一点点 透过一个剂量的加减 一个麻性干食汤 就能够让一个 会系系统有问题的人 能够从夏天就开始调节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方不要很复杂 要怎么样呢 简单又有效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至于怎么样呢 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三无天 去怎么样去针灸 就温灸 这个当然是怎么样呢 牵涉到一个治病了 那你们需要的时候 这个很简单 温灸 我们就是可以教你几个社会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 夏病冬治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夏治冬病这样的概念 谢谢大家